学生号召群众占领凯达格兰大道的行动和平落幕 学院代表林非凡表示将坚守立法院 不会再攻占其他的行政机关 330上凯道落幕 总指挥林非凡等人随即返回立院议场 由于参与的人很多行动平和结束 众人露出了笑容 林非凡也再度向总统喊话 重申四点诉求不变 继续坚守立院林非凡表示 不会再攻占其他行政机关 而其实在林非凡发言前 一场主持人才刚宣读 来自导演魏德胜的亲笔信函 那一晚当学生用力踹开立法院的大门时 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动和激动 不是因为学生强烈的手段 而是我深刻体认到 一种汗秘台湾的自觉性行动 就此展开了 魏德胜向政府喊话 要解决的不是学生 而是他们质疑的问题 而他想认真的问 福茂真的不能重来吗 文莫提到 希望以后还能听见属于台湾的歌 述说属于台湾的故事 宣读完学生大为振奋 大为民主 深夜时分 律师林献彤突然现身立院场外 呼吁王金平应紧速处理 议场被占领这件事 林献彤发声明确没什么人 拿最后幸然离开 占领立院的第十三夜 台北变冷了 学生却睡得香甜 因为经过凯道这一战更确认 原来有这么多人不满政府 希望退回福茂 剑小卫神志明 陈立峰台北报道 进行 高 我 的 感谢观看